大家好,又來到五間總結這個環節 我們先來看看內地半日市的表現 見到經過昨天和前日強勢的表現 市場重現了入市的意欲 而早段戶心兩市低開0.3% 但在溫總理的講話 他提到CPI有望繼續回落等消息的大動之下 兩市快速回升 而戶指在三個月以來第一次上破了一條30天線 不過之後見到它是回落的 而板塊方面見到黃金、水泥、環保、家電、傳媒等板塊升幅最多 而成交量方面較昨天增加了30% 而三大指數半日收市全線上升 見到上證綜合指數半日升了14點 報2424點 深淨城市升了108點 報10311點 而滬深300升了25點 報2650點 我們再看港股半日收市的表現 就見到恒指這一刻 恒指半日收市跌了20點 報18947點 成交額方面有297億 期指跌了56點 高水16點 報18964點 而成交量方面有55000多張 再看國企指數 半日升了73點 報9934點 我們現在繼續看南籌股半日收市的表現 就見到 匯控半日跌了1毫報65.3 中移動跌了1毫報76 中行方面升了3先報2.8毫半 公行方面沒有起跌報4.5 建行方面升了1先報5.42 港交所是跌了2.5報115.6 新地跌了1.8報102.4 長實方面跌了1.4毫報91.2 中人香港跌了8先報18.24 國壽方面升了1毫4報18.52 中海遊方面升了2先報14.44 中石化升了5先報7.51 中國旅業升了1毫報4.06 中國海外跌了2毫報13.08 腾訊跌了1.5報175.4 我們再看市場方面的消息 中國公信部表示 目前拉動工業增長的內需和外需動力減弱了 企業的生產經營難度亦增加 而公信部亦指出 未來幾個月工業增速有可能會繼續回落 但依然可以實現年初確定的11%增長目標 預計明年的增速依然可以維持在11% 另一方面他們也說到 部分小微型企業生產經營困難會加大 亦面對融資困難的問題 我們將時間交給Anita繼續看半日收市的表現 謝謝Lisa 介紹我新的嘉賓來自要財證券研究部的高級分析員 陳偉聰先生 Jason 你好 不如和你看一下基建和水泥股 今天的表現都不錯 一起看看 可以先看的就是 安徽航路水泥升5.5% 最近25.9毫半升1.3毫半 中國建財升5.6% 8.47升4毫半 華園水泥升2.6% 5.8毫半 中財股份升2.4% 而金魚更加大升超過7% 布率是6.34 看看另外幾個表現 見到亞洲水泥升3.3% 西部水泥都不錯升4% 而山水水泥更加升超過4.5% 做5.49 唐泥升1.47% 看看基建股 除了上來股表現不錯之外 見到中國藍車更加大升 是8.8% 做4.1毫七 藍車時代更加升超過9% 17.5毫八 見到中鐵、中交建和中鐵建 都好像一世之前的頹勢 有個反彈的勢頭出現 Jason 其實怎樣看呢 但我見到有些報道 廣東地區高鐵項目是大面積停工 有說鐵路部用資有困難 但是之前有說 付200億下去的 是的 基本上這個新聞都是 說過去幾個月的問題 但是如果你說中央方面 真的會直接注資2000億人民幣 又或者幫助他們 這些叫做負債較高的行業 去到發債、去到融資的話 相信資金壓力的問題 是能夠可以在今年的第四季度 是慢慢地舒緩了下來的 另外如果你說這些 那麼大面積的工程 停了工的話 都代表著國內方面 有很多的職位都會流失了的 如果你說中央想穩定整個民生的 想保住一些工人的就業機會的話 都意味著 未來這類的工程 就不能夠再去大面積停工 當你說資金真的到了位的話 相信之前都叫做被迫停工的項目 是有機會重新上馬 無論是一些叫做上游的資源 包括水泥、鋼鐵 又或者去到一些下游的 包括一些承建商 一些提供產品的 例如中國藍車這類的公司 都一樣是可以受惠到 好,我想和你說另外一個板塊 資源股 看到昨天金價 這一個月來 第一次突破到 1,700美元一盎司的關口 昨天一升升了3% 看到今天的金礦股 表現都不錯 一起看看 看到紫金升了4% 3.34 照今升3.18% 14.26 寧寶黃金更加大升 是超過6% 3.35 看看另外幾隻的表現 江西銅公佈了上季 賺了12.4億 跌了3% 但頭三季合起來 升成 多賺了超過六成 看到股價 未跌下來 跌兩仙 是17元 中國女業公佈了上季 由虧轉型 賺5.5億人民幣 頭三季多賺了 134% 看到股價也升了上來 升4.1% 做4.06元 洛陽木業 升1.76% 做3.47元 Jason 其實資源股 怎麼看呢 是不是跟著國際 銅價 銅價 金價 行得貼不貼呢 其實這些股份 都貼的 特別是一些 上游為主的資源股 包括江西銅 你看到第三季的業績 之所以做得那麼差 不是因為銅的需求減少了 反而是因為 國際的銅價 大跌 也導致 一方面 銷售出來的產品 價錢 就沒有那麼高了 另外一方面 也是看到 它裏面 所做的一些 對沖活動 包括 它就是拿著一些銅的期貨方面 亦都因為在九月份 國際市場那邊 銅價由高位大跌了下來 都令到它這些對沖合約 是面臨了一個比較大的虧損的 如果你說見到 今次三五八的業績方面 其中它那個叫做 公運值的變動 就是投資方面的收益 錄得虧損了成 是接近六億那麼多 如果你說見到 近這一個月 即是由十月初開始 國際銅價已經由低位 是有顯著反彈的話 相信這方面的虧損 就能夠在第四季 就逐步這樣叫做 是舒緩出來 所以我自己對於 即是江西銅這一隻的資源股 相對是比較 是看得好一點的 你說金礦股方面 我自己對它的 就是看法就比較忠勝一點 當然如果你說 美國方面 再推行第三輪的QE 金價都還是有機會上揚 但是如果你說考慮到 這類的是金礦股的 開採成本等等的問題 這類的股份 都未必是適宜那麼快 去到大手買入住 好啊 不如剩下的時間 跟Jason談談市況 如果你開過五分鐘圖來看的話 看到其實 大市是臨收市之前 五分鐘才抽升上來 亦以半日的高位 收市 只是跌20點 暴力18947點 曾經最多跌過263點 大衛見過18705點 現在又上去五十天線的水位 問一下Jason的意見 其實現在市況怎樣看 其實今天方面 恆生指數都叫做 由低位就有顯著回升 其實都挺特別的 因為昨晚美股方面 跌了200點 如果你說在上個月 或者8月份的時候 美股跌200點 往往都會令到 港股一開始的時候 都可能已經是低開400點 但是今天 不僅低開幅度 不是說很大 更加在中午收市前 又有個很明顯的回升 代表著市場上面 對於歐洲能夠解決 那個危機的信心 仍然都還挺大的 看回走勢圖方面 亦都看得到 如果你說今天都是收這支羊竹的話 整個形態 是有機會在短期之內 形成了一條短期的上升軌 出來 上升軌目前來講 支持位 大概是18500點 這些位置 我相信 都會有一個挺不錯的支持 好 大肆的前景是向好 短期來說 還有條件反彈 謝謝Jason 也要申報一下 剛剛說的股份 你有沒有持有的 上週的直播時間到此為止 下午1點半 開始之後 繼續有我們要財財經台直播節目 第一個環節就是發達廣場 休息一會 下午1點半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